前方了四天颱風假 那么今天终于上学了 目前的状况如何呢 连线记者杜昀杰请说 我们现在在高雄凤山区的福城国小 那么可以看到其实呢 在经过大概三到四天的整理过后 其实这些学校呢 都已经整理的大概差不多了 大概就像我背后这样子 目前呢就是把这个通道呢 全部都给抢通 把这些段落的树木 或者是一些树叶残枝呢 把它移到比较空旷的地方 那么就是希望说小朋友 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呢 不会被阻碍到 那么也有很热心的这个家长会的成员呢 他们也是带着锯子呢 来帮忙要把这些比较粗的这个树干呢 来把它给锯得比较短 那么就是要让小朋友他们在 帮忙做清扫工作的时候呢 比较可以有力气可以把它搬动 那么事实上呢 福城国小呢 他这几天呢经过许多的老师 还有这个志工他们的整理之下呢 目前大概就是呢 希望说能够有这个工程队呢 来帮忙清运这些段落的这个树干 或者是树枝 那么大概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另外呢 刚刚教育局也提到说 其实呢全高隆市目前统计呢 有216所的这个国高中小呢 都有受到影响哦 那么包含是校舍或者是树木倒塌的这样子的情况 目前整理的状况呢 也大致上都有不错的成效 那么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小朋友他们因为上放了三四天的这个台风假 那么课程会不会受到影响 以及考试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教育局是表示说呢 可以再延后一周 那么以上是在高雄最新情形时间交还棚内主播